当你手中握着电视遥控器 转到第几个频道才做罢呢 9x9.TV创办人段小雷说 81个够了吧 谢古早期创业家段小雷 三年前开始苦思 把电视与网路结合 他分析网路电视的概念行之有年 但是面临很多挑战 像是观众在哪里 市场在哪里 那么本来宇认为这是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 反正把银站在街道大的荧幕上就好 后来才发现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的问题还蛮复杂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行为 或是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问题 9x9.TV是一套云端影音服务 将YouTube上一望无尽的影音大海 整理一片海浦牺牲地 也就是将YouTube上面最好看最热门的节目 经过背后的策展过程 替观众整理好之后就成为一个频道 放在9x9.TV的平台上 共有80一个频道可以供观众观赏 我们这个平台是个开放平台 让所有人都可以来做 你把比如说你在YouTube上面 你自己去搜寻某一个主题的东西 编成一个所谓播放清单 这个播放清单就会有一个网址 一个URL 这个URL在我们平台上 只要放进去就变成一个频道 这样观众就可以坐在电视屏幕机前 不需要键盘 只要9x9.TV提供的遥控器 就可以在沙发上自由选台 段小雷的团队除了把一般传统电视 上传到YouTube的节目 制作了懒人包 一些独立制作影片 或是个人喜欢与朋友分享的影片 像是前阵子的林莱峰 都可以自己编制 利用9x9.TV播放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主动浏览 就浏览的方式 但是背后有一套很复杂 庞大的机制 能够帮助一个不懂得搜寻 没有很多素养的人 照样可以在英特线上获利 而目前这种云端影音服务模式 还在试验阶段 段小雷还在台湾举办几场策展大赛 看看谁的频道做得最深入 最吸引观众 以上是记者万若全 科技中云的整体报道